金管局總裁余偉文說 考慮到美國通脹回落速度 和內地經濟發展等因素 對本港春年經濟審慎樂觀 在美國方面雖然如此高息 大家其實開始時想著 明年多些經濟衰退 但你現在見到 它的經濟運動其實挺強的 而通脹回落的速度也比預期好 如果真的軟著陸 會否有多些空間給美聯儲想 不如我可以 第一就是不用再加息 第二就是考慮何時減息 其實內地經濟都差不多見底 如果你看十月十一月的數字 無論是在工業生產 或者是零售 或者是消費情緒等等 那些數字其實都有少許回勝 變成了很希望內地經濟是否真的可以見底 然後他們的一些比較寬鬆的貨幣政策 財政政策慢慢見效 而令到經濟是可以再上得快點 余偉文有說 留意到部分市場人士估計 美國明年二月至三月會開始減息 他認為是過分樂觀 需要審視多項數據 他評估或是要到年中後 聯儲局才會開始減息